政治焦点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罢免风波似乎还没有平息 首先要看到这个民间团体 3Q总部发起罢免台湾激进党立委陈伯维 中选会在查队了提议人名册之后 符合规定人数是已经达到了3744人 也通过了第一阶段的法定人数 那么在罢免团体要拼的就是第二阶段的门槛了 现在的目标是4万份的连数书 而陈伯维在公开的行程当中也发表了看法 他说动物园的狮子没有办法决定 猕猴要干嘛 他是轻松的来看待 也说做得再好也会有人反对 但是他还是会全力以赴 台湾激进党立委陈伯维到彰化打垒球 看起来神情轻松 被问到民间团体发起罢免他的活动 已经通过第一阶段门槛 他这么回应 动物园里面的狮子没有办法决定 猕猴们要干嘛 被问到心情如何 他说 轻松看待 不管是四年一次的成绩单 或者像这一次蛮特别的 一年半的一个棋中考 我们当然都会全力以赴 陈伯维说做再好也是有人反对 但还是会维持百分百的努力 而发起罢免的3Q总部 则说现在力拼要通过第二阶段罢免门槛 我们预计在下礼拜 进中学会零表 罢免陈伯维第二阶段是要在60天内 征求到超过两万九千 一百一十二份的连数书 罢免团体说他们的目标是四万份连数书 3月12日要正式向中选会零表 全力冲刺 华世新闻 王善宵夜 台中专话报道